Bosco 大老神父 香港 過道貪進海六空的當勞爭, 在來日港獅子山 , 到底這一個高得495公尺那麼多多的山仔, 有什麼東西,有些東西,有些東西在上面呢? 阿布拉赫弟弟,在沙田坡 高惠灣閣處, 近沙田坡 上村, 有六層碩士紀念碑,稱為 索隱塔, 有五個老屁屋、陳一權、黎水皮、 曾為雪、廖子初、陳普昇, 由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三月開始, 日日由黃大仙竹圓村,即石拓沙, 用人手擔上海拔1618英尺樹, 然後指向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左近喜好。 附近還有一點天然石景, 好似龜石、風雨岩和岳雨石。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五, 早上早九點,曾維雪,還帶華民正武師職員, 與足圓村街坊會,來到索隱塔,視察。 索隱塔,由底子高有六層,每層大約兩英尺高。 底座,什麼東西都沒有,闊二十八英寸,深二十二英寸。 第二層,由幼至左,用唐字列出《吳斗魯士佛》, 陳一權、黎水皮、曾維雪、廖子初、 和陳普昇的姓名,背面是《索隱塔字》。 吳仁樂山,行禧出,披蒙蓉,李蟬鴨,作長燒,風雨無間, 鑑魚也,身與見,興與豪,積石陀沙,作塔斯山之障, 人以皆約傻,故以傻人名之。 扶寶天田海有至景城,是塔也, 胡慧而見於師,喚醒誰師之意義, 喜西族見佛徒者,可同日而與哉,是為治,傻人定諸刻。 第三層,計那麽大隻唐字寫著《索隱塔》,三個唐字。 第四層,前面寫著《定天立地》,四個唐字。 後面有對對,雙山浦海浮游禮,一塔瓶天起碎屍。 第五層,是六一英尺的正方柱體,又是母字的。 第六層,是六個唐字寫著《索隱塔》。 Bosco 大老神父,可惜這個紀念碑,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被北平共匪走狗摧毀。 第六層,圓柱已不見後,其他仍有些小屍鞋在附近被人憑吊。 。